好,各位同工,大家好,我是Brian 在這裏嘗試一下今次用iPad裏面的Screen Recording 功能去拍片 然後拍完片之後,可以直接把影片上載到YouTube 你需要的就是幾樣軟件 你需要的就是你平時想用來展示你自己教學內容的軟件 例如我比較喜歡的Screen這個,叫做GoodNotes GoodNotes的好地方就是我可以在上面隨時可以寫字 可以將PowerPoint或者PDF可以進去 不過如果我不是用GoodNotes的話 就算用PowerPoint還是Word的話,其實都可以很方便 在這裏我先教大家如何啟動整個六個功能 其實六個功能很方便 只要在畫面的右上角那裏 然後就拉下來,看到有一個電源 這個位置,45%的電源 拉下來,你就會看到有一個圓圈加一點 現在你閃動的就是錄影 因為現在是在錄影的功能 所以你現在看到是亮燈的 不過我相信很多同工,當你拉下來之後 就未必發現到有這個圓加一點的螢幕錄影的按鈕 那怎麼辦呢?其實不難設定 只要做一次就已經可以了 只要在主畫面裏找一個setting setting就好了 然後進入我們的一般設定,setting 然後進入到setting之後 然後你會看到左邊的欄有一個叫control center 控制中心 按一按 那所謂控制中心的意思 就是說你剛才畫面右上角 拉下來的那個就叫control center 那怎樣才能夠自自動動 可以啟動到screen recording這件事呢? 那你按了control center之後 那你會看到在右邊就有兩塊東西的 而當中有一個customize control customize 就是說你可以自定的 那你按完自定之後 那你就會看到在上面下面那些的control 你可以自己控制的 那如果你說我平時來說 我沒有的,那我就是remove 那就是下面那欄那裡的 那你只要在下面more controls那裡 那你會看到有一個screen recording 你只要按回加好 那接著就上去上面了 那而上去上面之後呢 那其實你也可以在畫面 你見到右邊有三橫的 那你只要按著那個三橫 然後一向上拉,向下拉 你也可以把這個screen recording去排位 那你只要把這個screen recording 這個按鍵include 加入了在這個control center之後呢 那你只要呢 那你只要打開 那你就會看到screen recording 那如果你說我不是的話呢 那試試啦 那如果我把它remove了它的話 那你退了出去的時候呢 那你再拉下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見不到的了 那就是說這個部分大家要留意 要把它啟動回screen recording的按鍵 然後把它推到最頂 那接著你就會看到它出現了 好,那這個就是啟動回錄影的功能 不過也要留意多一點 就是當你要啟動錄影的時候呢 那你需要留意了 就是當你按了之後呢 其實有幾樣東西你要選擇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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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到呢 現在就是在錄影了 那其實你有一個功能很重要的 就是你看到有一個microphone on 那如果你不按microphone on的話呢 那如果在off的狀態下呢 其實你也聽不到 那... 剛才剛剛幾秒鐘聽不到我的聲音的 那很正常的 因為我自己設定了microphone off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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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按stop recording 那這樣就延了錄影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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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我自然開啟下面的Toolbar,我開啟平時慣常用的GoodNotes 我就可以藉這個功能來顯示我上課的時候的PowerPoint 在這裏我嘗試一下我平時用的PowerPoint,或者我們用的工作紙 這張是學生Quiz的工作紙 只要同學做的時候,我跟著一起做 例如這個Reflection,這個Reflection就叫做單向反射,Regular 那我只要用一支Apple Pencil上去 寫下去的時候,其實就已經一目瞭然地 你看到什麼,就是我寫著什麼,是不是? 然後ray diagram,你可以跟著它,這樣去畫 時間關係,我也不多說了 這個就是PDF 那PowerPoint有沒有呢?有的,例如舉個例子,我開中六級 那中六級呢,我只要我預設了一些PowerPoint 那我放進去,那就已經可以了 因為時間關係了 如果你說我想再詳細去了解GoodNotes裡面的功能的話 那我稍後會再拍一些影片去介紹 你看到在這裏就顯示了PowerPoint 是我之前匯入了,import了PowerPoint進去的 其實只要用回書箱的PowerPoint 其實呢 入了進去之後,就可以一邊用書箱的PowerPoint 一邊去教 除了用GoodNotes之外 另一方面,我沒有GoodNotes,我用PowerPoint 可以嗎?因為GoodNotes要付錢買的 一樣可以 你只要把PowerPoint進去 那我現在就已經時間關係了 吃了進去 然後呢 我就按Start 那跟著就好像我們平時展示PowerPoint那樣 同學就看到什麼 就現在畫面在錄什麼 那跟著你可以在上面寫字 例如Hello Nice to meet you 那跟著呢 你看到那些字 就已經顯示了出來的 那這個也方便,即是同事如果當你教書的時候 你需要去到書寫的時候 這個是十分之方便的 好了 我當大家的片,我們就拍完了 那拍完的時候 你可以按 即是現在這個按鈕 然後按 Stop Recording 這樣就可以了 不過呢 有一個更加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看到畫面的右上角 你看到有個原型鴉點紅色的按鈕 那你都可以按一按鈕 那他就問你是不是Stop 一按 好了 那我問你是不是Stop 好,那你當然了 這次我們都還沒有Stop 所以先按Cancel 好了 那跟著呢 我們就好了 條片呢 弄了 那弄完之後呢 那條片有什麼辦法 好了 我當你 拍完條片之後 你怎麼可以放上youtube 其實當你拍完條片之後呢 那其實 你的條片自自動自 就儲存了 去Photos 這個相片 功能那裏 那 你看到就是在相片那裏 其實已經顯示了出來的 那我只要選擇我們這段片 那這段片其實就是 你可以看的 那當然啦 然後 以往這 fala 我團嘅 Leaving fox 看 你 我現在要將這些 數幾秒的影片 或者你把10個 hurts 用理智客的教學短片,你放上youtube,那怎樣做呢? 其實很簡單,只要你下載了youtube這個app的話,其實是很方便的 你只要這樣按youtube的app,一開 一開的時候,你見到右上角,你見到有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就是攝影機的按鈕 一按,按完這個攝影機的按鈕之後,你就見到你的影片就已經顯示了在畫面的底部 那當然,如果你想直播,就去直播,但我當然不是想去直播,不重要了 如果有機會再拍片,再跟大家說,那怎樣我們可以用youtube直播開live 不過我現在只要把我們剛才上載的影片 Testing, testing, testing 這個功能呢 這個功能就可以幫你去Cut前Cut後的 如果有需要的,你去Dream,就去Cut前Cut後,不過如果我不需要的話 那你就可以,下面的功能就可以扶設,例如你加一些 Filter進去 聲音,可能你想加一些背景音樂進去 不過這個我不詳細去講 然後按Next 你按完Next之後,就讓你去設定這些功能,就是 包括你的標題 如果你說我的標題,那你就可以寫 這個就叫Screen Recording 好 下面的Description不多介紹 我要介紹一下Privacy Privacy你看到按了之後,有三種模式 要解釋給你 如果你說我要把這段影片,我只收給自己用的 其他人看不到,就算其他人有連結都看不到,那就是Private 不過這個 絕對不是我們今天所想做的事 我們想做的就是Public 和Unlisted 因為我們想把這段影片公諸於世 問題是 Public和Unlisted的分別在哪 Public的意思 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搜尋 即是說 如果你自己 設定了名字 或者設定了一些 Tax 如果這些標題 Tax 標籤 又或者是標題 是吻合的話 其實它 可以在這個搜尋的 Engine 可以搜尋出來 不過如果你說我不是的,我只是想留給我看 我的同學看 我的同事看 又或者給我們想 認識的同工看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用Unlisted 因為用Unlisted的好處就是 你只要把連結給其他人的話 其他人 都一樣看到 都一樣看到 但問題就是 它不會將它在search 上 可以search 上 避免這些這樣的影片 過分流出 所以在這次情況下,我也選了Unlisted 按完之後 那些Locations 不再多說 然後就叫右上角 Upload 一按 Upload 然後這段影片 就會自動做Upload 當然 Upload 就要給它一點時間 給它一點時間 然後 當它差不多 Upload完的時候 它也要整理 整理完之後 基本上這些影片 就已經 可以展示出來 我嘗試的refresh 畫面 看看能否展示出來 其實你看到的就是 只要我 不消幾秒鐘 其實YouTube 就已經將這段影片 整理好了 然後把它放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你自己也看得到 當然 如果你說的 好了 我這段影片 我想將它公諸於世 怎樣呢 你可以將它 Share 這個按鍵 然後你可以將你的連結 我們可以把它儲起來 又或者可以將它用Gmail 或者可以用其他的App 或者Google Classroom 就可以將它 發放給同學 好了 去到這裏 我相信我今天的介紹 就到這裏為止 如果各位同工對於這段影片 或者對於當中的步驟 會否可能覺得 說得太快 太急 大家吸收不到 不妨大家可以留個意 看看我不會有些改進的地方 在這裏介紹就到這裏為止 好了 我這次真的 在這裏介紹